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 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 戒烟不容易 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 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 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 简单一喷 药品急速释放 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 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 除了尼古清神队友 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 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 尼古清戒烟喷雾 用科学方法戒烟 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 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 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 加安加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区民生动路三段2号10楼 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 尼古清戒烟喷雾 相伴每个新开始 因为我一直强调 步伐是全界的灵魂 所以在level1 我希望就是一开始 就把灵魂告诉你们 然后因为步伐有很多种 我们不要太单一 然后一样是 怎么样的步伐用在 什么样的策略上 所以会告诉你 很多类型的步伐 然后在什么时间点 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步伐 你要做连续攻击 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站姿 你要做闪躲 你要做游走方式 或者是你要做引导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步伐去引导 每一个步伐都有它的特性特质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第五季 第十五集的SSE训练漫谈 我是廖教练 今天我们请来的来宾是 要从哪边开场 我们昨天 昨天前天的事情 我在台北的Mixit 全方位拳击体能训练中心 我上了一个叫做Beat Level 1的拳击教练认证课 那这一位来宾是我们认证的总教官 叶认证老师 嗨 大家好 很开心来到SSE这里做万训训练训练 那我刚刚在讲说我想要怎么去开场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群身酸痛 记忆还在前两天 对对对 我一路从那个旅社走过来的时候 走得很慢的 觉得像老头子一样 我没有打拳击 然后就是发现身上这么多肌群 可以参与的那个经验有过 你知道我今天酸什么吗 我礼拜六打完之后 因为礼拜六Hook比较多 对 打完的时候 大概中午午休的时候 开始胸肌有感觉了 对 确实Hook的那个功课比较多 因为它有两种 对 然后 然后我胸肌 然后前三脚 然后接下来 慢慢晚上休息 隔天醒来之后 发现我的阔背 对 我的阔背会酸 然后我的腰 腰打张下有感觉 隔天起来反而还好 很好 几乎你的那个 喘了一大口气 你知道吗 腰的旧伤没有复发 然后上背的菱形肌 有一点点感觉 对 然后腿 哇塞 我的腿 就很像骑脚踏车 骑了那个六十几公里 七十几公里 隔天那种疲劳感 那这个不陌生 因为以前也有 对 阔背和胸肌 这个是以前完全不知道 然后还有小腿又酸痛 然后右脚的大拇指球底下 又快起水泡 确实你只要发力正确 确实很多的小肌群会被带到 但我讲了这么多说 我打了很累什么的 好像这堂课非常超 有点像是在帮你的东西反宣传一样 老师可不可以帮我稍微解释一下 说为什么我们是做教练培训 但是里面有这么多 个人亲自的事 所以要打这么多 对 OK 这个就是 第一个 主要目的就是第一个 希望在参与这样运动的 不管是爱好者或推广者 或者是专业运动员 对 我的希望是你打出的拳是很有效率的 因为不管在比赛或者在 包含现在就是喜欢发泄运动 对 很多人 你可以在很多的视频上 看到很多很奇怪的出拳方式 但是他也是玩得很开心 那如果说你这样的开心 然后带到你的出拳的方式是很正确的话 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 对 所以才会想这样的方式 让设计这样的规格 希望在标准上 就是希望教学者自己做的动作是到位 没有问题的 对 没有问题 然后安全 应该是说我节目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要问老师 就是因为这两天延期 其实你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但是我打完 包含说 你自己感受到 对 我自己的感受 我身体的这些回馈 对 是不是说BIT这个拳击的基本权力 基本六大拳入的训练系统你相当强调一个就是出拳的破坏力 对 因为这是我感受到我第一次出国去比赛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反馈 就是我看我看了外国的选手出的拳一拳都是很有杀伤力的 会让你在场上是确怕遇到他们 他不会想说得分 他就是白抱着一个要终结比赛的那个目的去参加 对 然后我也看过好几场就是技术面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的力量呈现爆发力呈现是很好的 所以他唯一可以在一场比如说劣势比赛的时候 他可以唯一可以翻转的机会就是你要靠力量 可以 所以如果你有看这两天刚好也有我们台北市有比赛 就是那个城市杯 好像有 因为昨天路易在看直播 对 然后刚好也有看到一个网红就是拳击小攀 他遇到一个斯里兰卡的选手 对 基本上在技术面或者是身材优势 或者是经验可能小攀会比较好 我们台湾的小攀 对 一看那个斯里兰卡的动作就是不是很纯熟 是打可能也是第一次出来打比赛的国际赛经验 所以他的姿势就是很出招 对 但是最后他为什么会赢 就是有一拳就是挥中 小攀 小攀不小心被KO OK 对 所以我一直跟我学生讲说你没有很好的体力 你没有很好的技术 你没有很好的场上的智慧 但是你必须要有力量 这是你唯一可以翻转别人的武器 可是这一项武器这么重要 为什么你在level1两天的演习里面 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了 要我自己去猜出来 基本上一开始我有讲你可能那时候在忙 一开始我就说就是为了要让你们每一个全路 达到最好的效率 所以我们必须在 对你有讲效率这件事情 对 我所谓的效率就是 可能我没有讲很清楚 在场上产生结果的效率 效率就是让你的权的质量 对 每一拳都发挥的最好 因为我个人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属于那种 速度爆发力比较好 有这方面天分 然后耐力相对是弱点的 所以以前带我的一些就是前辈教练 他们可能也会说我的速度勾快 我爆发力好 我出拳中 可是我这两天的延期当中 第一次去做 尤其是那个正拳的hook的时候 有点像overhand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你教的发力 我打到杀爆的时候 瞬间砰下去 那感觉就是 我没有用力 我只是把你讲的东西做出来而已 为什么拳就这么重了 对 所以那个完全不是有人教我说 你这一颗是重的 对 你说我们点点然后重这样 轻点轻点重选 没有这些提示 而是你先宽带动 然后手厚一点出 那个力道就出来 因为我们以前的教学是这样 我们教练说 你的腰要用力 你这个要怎么样 摆动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是 腰还有前观后观 还有胸椎这里 对 胸椎带到还有前三角 还有手肘 还有手腕 是后来我自己去发掘的时候 才发现过 原来你要搞懂一个动作 你必须每一个关节的位置都要到位 然后用关节的位置去告诉学员 他理解力会比较容易听得懂 所以你这些东西是结合以前自己去 在不同的教练下面受训所得到的经验 然后把它汇整变成说是一个系统这样子 对 没错 简单来讲是这样 我发觉就是这两天给我很大收货就是 包含在课堂上面看同学做得出来的动作 我做不出来的 可是我可以马上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差在哪里 然后我要怎么去做到那个样子 然后有时候看见就是比赛里面选手做得很华丽很炫泡的东西 结果你一句话两句话就发现 原来就这么基本就这样子了 我也可以做 没错 差的就是剩下就是连贯 然后连贯的每一个过程 我都可以由那个底去追寻 有点不像说之前的学的经验就是 这堂课我们教什么 那就是不断的磨 不断的磨 磨到这一个我们今天学的combo 今天走的位置 你学会了 好 这个小区块你会 可是这个小区块要连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像是我们第二天最后考试 你会要求说带靶的人 要去把什么东西都cover到 所以我就会发觉说 虽然我是去跟他套招的 我是学员 可是在包含带靶的过程中 也不是考试而已 之前的综合练习也是一样 我会发现可能level1有 我随便乱讲 可能10个要点要我学 那10个要点 我也许觉得说6个学的还不错 然后以后正常来讲 以往的培训的经验就是 我学到了6成 我回去就可以把这个6成变成我的工具 我用得很专精 可是在老师的这个系统底下 我会去发现到说 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缺点 是我还有4成没学到 而且我会知道说 我怎么从现在的6 我已经会的6成去连接那个4成的东西 我知道问题在哪边 而且我知道怎么去克服它 突破它 这个是我觉得老师的研习课程 跟其他的一些认证 各很鲜明不同的地方在这里 这边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所有的技术都是套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要先从套招开始 把它熟练 然后多样化 在遇到各种类型的比赛的时候 你才可以多变化 对 所以在就是小考试的会特别要求你们 就是关节动作的位置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只要有一个位置不对 你的发力点 你的节奏 你的协调 就不会那么的顺利 对 所以一直要求这个点 然后好处就是你打出拳 或者你自己在检视 或者是你自己在看 带血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很快就很清楚就发现 它是哪一个阶段出问题 这不是说 不会只是说 我看就觉得你一定有问题 对 是哪边有问题 我讲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教 对 以前就是这样子 你要用力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力 你的拳很慢 你的拳要快 要怎么样 我也知道 我快不起来 我已经百分百已经出力了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是脚的角度 是膝盖没有微弯 是宽没有带到 或者是你在课堂上面很强调的 那个启动 那个动作 对 启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包含连第一拍的启动 和第二拍的启动 这个差别 我就觉得说 原来以前人家在讲的反击 和预谋好我要做出来的东西 是差在这边 对 那老师你是什么样子的机缘 去想要设计这样子一个体系呢 OK 主要第一个就是 最终目的是希望提升运动员的技术面 对 然后不要有母女两可的答案 对 我希望是精清楚楚的 但是你又特别强调说 我们全要活 你要有自己个人的风格 对 所以听起来好像跟 刚刚你讲那句话 不要有母女两可的 对 这个是有点冲突的感觉 OK好 这边这边也解释 所谓就是你要freestyle 就是所以 我会给你很多的节奏 因为这样看 你会在台湾 你会看到某一个学校 从A选手到Z选手 都是同样的风格 你看就是 这个是哪一个学校的 这个是哪一个学校的 这样你很容易会被套招 你遇到这个学校 你就怎么样就好了 你会变这样 在我这边 我不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给他们很多的节奏 很多的技术面 然后去找出 他适合的 最适合自己的节奏 对 所以会比较freestyle 但是在适合你的节奏的当中 你要动作要到位 比如说你就是适合走十字步的 你是适合走米字步的 对 在米字步的路线跟方向是不一样的 跟这个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两者之中 你必须每一个步伐 每一个全路 你都是要到位的 是这样子 就是有点像是说 以前我们被教的 你教不可以交叉 对 可是像老师你上课的时候会教我们说 你会有交叉步 那交叉步什么时候可以应用 可以用 对 所以我才想 原来其实它不是一个完全被禁止的东西 只是它不能再近战 因为容易让你的重心掌握不稳 可是在外围游走的时候 它可以很方便 而且很省力 对 所以我才会想 原来以前看阿里他们这样子 那个蝴蝶布这样子 在外围 什么时候用 对 所以很多学员来到我这里说 我们以前老师说这个要怎么样打 这个不能这样 你的支撑体面积一定要大什么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些世界冠军他们华力的东西 不是一开始练的时候 就会被扼杀掉了 所以我说 所有的拳都是正确的 差别在哪里 你用在哪里 你不能说 比如说你要攻击 然后脚打很开 因为你脚打开 底面积大 对你的上半身的 幻动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闪躲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子做 你要攻击的话 脚就要收起来 后脚跟要抬起来 因为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是这样子的 你要知道这个时间点 你要做什么样的战斗知识 然后你的脚心 你的手心 包含你的律动 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所以我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吗 就是说老师 你是希望去设计一个 更好的教学系统 去摆脱以前自己的 要自视的 带的学习经验 或者是教的经验 跟别人学的经验 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做的比较 没有那么活用 没有那么全面 这种感觉吗 对 OK 可以这么说 好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堂课 很强调步伐 很强调移动 以往不管是像我大学的时候 体育课修三大课 还是说小时候 三年级社团学跆拳 或者是到后来自己出来健身房 找一些专项的教练 或者是我同事在带我的时候 就发现说步伐 我们有时候就是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开始就进入到说 好打靶 打靶 位移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游戏 譬如说你手 碰我肩膀 我怎么动 你就怎么动 反应训练 对 是反应式的 但是 没有像Level 1的系统一样 先把这些步伐 个别的去 区分 然后告诉你说 哪一个的重点是什么 来我们个别 先把它去做到精 然后做完一个 之后马上跟上一个 穿在一起学 为什么老师你的系统 会想要在这种初阶的 就开始教这些步伐 就看我会觉得说 通常都是看那种 历了两三年以上选手级的 才做得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你想要在初阶就放 因为我一直强调 步伐是全阶的灵魂 所以在Level 1 我希望就是一开始 就把灵魂告诉你们 然后因为步伐有很多种 我们不要太单理 然后一样是 怎么样的步伐 用在什么样的策略上 因为步伐可以去带动你 攻击模式 也可以引领你 化解很多的危机 就是要靠步伐 所以我会特别的重视这一回 所以会告诉你 很多类型的步伐 然后在什么时间点 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步伐 你要做连续攻击 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站姿 你要做闪躲 你要做游走方式 或者是你要做引导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步伐去引导 每一个步伐都有它的特性特质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对一个东西的重视程度 应该是在于你实际应用上面所反映出来的层面 因为步伐很重要 每一个交格斗都会讲 可是实际上他用的时候 用的时候他可能会去批评说 你看那个教练 其实他的步伐都不好 我就转头 奇怪你教我的时候 好像你也没有教得很厉害 就像我们身为体能教练 我会跟运动员说 有氧那里很重要 有氧那里是打底的 那个那么重要 结果讲半天自己都没有在练有氧 也是类似的 也不知道有氧怎么练 所以不知道怎么练 这个是一个很致命的商 因为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去带人家 所以最后只是变成一个口说 那个就是真正 对 就是口说希望具体化 对 然后就是说你的东西要用行动 去证明和实践 它才不会是变成 它只是一个好像神主牌 或教条一样的东西 那种感觉 是 那老师你的选手时期的经历是很丰富 那这一集我们重点不会放在这边 因为之前你有上阿华和浩阳他们 那个主持的经营中心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回去听 老师的那个一些 从接触全集到怎么在自己的部落推广 这个是很好玩的那个故事 那我比较想要从老师的专业生涯的这个历程开始讲起 因为我这一次报名的时候 我才看到简章上面的个人经历是 加州和世界健身的俱乐部的出身 而且你还曾经是全台湾世界销售个人业绩和团体业绩冠军 所以我会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 你的支押转变是怎么样做出这些决定的 从你选手退役的那一刻 你为什么会决定说我要去当健身教练 你碰到在俱乐部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子的冲击 包含我要怎么去学销售 或我要怎么去带这些客户 OK 这个就是一开始可能会讲到运动员的心酸 对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运动员在台湾是很辛苦的 包含我 对 所以我第一次亚运拿了铜牌以后 我觉得我工作可能有希望 对 结果没有 你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已经对运动没有很热忱了 这样啊 对那时候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我爸希望我再去打一次 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拿到金牌 所以就是工作这个方面 后面的路可能就比较艰辛了 好帮他去拼一下 看看可能有机会金牌 因为那时候 不管是技术面或者是心态都已经成熟 对 然后到比赛会场的时候 确实看到抽签的时候 我就开始笑了 因为所有的对手我都遇过了 这故事我听过 对 我就想说 哇 我这次终于有机会要拿金牌了 结果就是 很不幸的就是 比赛很多状况 在四强赛的时候不小心受伤 阿基里事件的断裂 还好 那时候比赛已经剩下30秒了 我领先很多分数 所以那时候地主队南海 追不到我的分数了 所以当下终身想的时候 哇 开心死了 因为我知道我下一场已经 我知道我已经就是到这一场了 因为阿基里事件断掉 怕一声很大声 可是你还是有出赛金牌战 对不对 你说是被金牌战那一场的裁判 终止比赛的 对对是强赛还是有出赛 然后 单众怀疑领先 只是被除神看到 除神已经看到我没有办法动了 然后就是停止比赛 没收比赛 然后直接判对方赢 所以就下来以后 还是同牌 然后工作还是没有着落 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想 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学校的时候 有修教育学程是小学的 北体的教育学程 因为我们北体那时候只有小学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 国中小的 高中小的 对 然后 那时候在代课的时候 你要变成真实老师 你必须要跟一般生去竞争 然后我在想 我该不会一辈子都是 代课老师吧 老师他跌倒了 对 然后我在国小 老师谁尿裤子了 我又不能教任何我 专程的技术 对 有拳击 更不可能 我还还有希望 对 还有希望 所以我在那边思考 我不要我一辈子是这样的生活 我想传承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跟技术 所以后来就是 我带了代课来三年 我就离职 OK 然后就是偶然间 我就是在逛街 我看到一个加州健身中心 我经过 我就看到 这边的器材那么的鲜艳 老师那么多 我在国庆中心都没有看过那么多技术 我看过那个旧版的国庆的健身法 有没有 我那时候还是军事教育的时候 那个白色的side box 对对对 很原始的 是 然后没有几项 对对对 我就 我就很 很 竟然还有 因为我在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我在国家队 应该就是国家队的东西 是最先进的 最丰富的 结果我出来 没有 反而 外面的比你还要 更丰富 对 所以我当下就很开心 兴奋 我想要去了解 所以我就去进去 就问那个 刚好遇到那个经理 对 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你为什么想要进来 然后你的 你的那个背景已经是那么丰富 是国家级的 这样 我说我就 我刚刚跟你讲的 看到我看到这些记载 我有兴趣 我想要学 然后我对力量训练 本来就是很有兴趣 然后我看到那么多器材 我就会想要去 会养 对 结果我进去以后 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轻松 我以为我只要专心教学 然后 就可以把会员带好掉了 对 结果不是 哇 没有想到学生 原来不是自己会出现的 不是天上就掉下来 对 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找 然后你还要 介绍你自己 你要学业买单 你才有机会教学 对 是遇到这样子 对 然后 那个时候加州的教练薪资结构 也是要有业绩抽成 占很大的百分比吗 对 应该是说 占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因为你必须你要有业绩 你才有客源 应该所有的业界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 它就会重视 它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会 因为健身房经营要这种快钱要进来 所以它薪资结构是这样 隐含的意思就是 暗示教练说 你卖比较重要 教课还好了 不重要 对 你先卖掉再说 后面教怎么样 我们没有很在意 对 因为其实上课终点的抽层是很小的 在主管级来讲的角度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在我们的底层的教练 应该是会以教学为目的 对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你教的越认真 不一定是 你业绩会很好 因为是两码事 就是卖的比较好的教练会请你帮他代课 对 因为每一个学员来 他不是想要去比奥运 不是想要变成专业运动员 对 所以他单纯可能是以健康 然后开心为主 对 所以我一开始在带训练的时候 我常常就是把那些 以前国家队训练的内容 拿来套用在一般人身上 所以可能第二天他们就不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反思 最后我现在是在民间 我不是在国家体系的 所以我慢慢把观念改掉 就是以健康 开心 然后就是引领他们 喜欢这项运动 对 然后再从各学长主管去学一些销售经验 怎样把自己销售出去 对 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学到经验以后 才慢慢的上手 了解 那聊到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想要稍微请教一下老师的专长 对了 我们还没有聊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故事 因为那个时候我书刚出版 对 我在城邦开了一个 就是说我减法训练很大步头 很像很复杂 我要怎么教你去实用化 我开了一个实际应用的为主题的讲座 我就是在脸书滑滑 滑到你的书记 就看到 这是对我很有兴趣 我看了你的减法训练 我觉得到底是要减哪一些 对我就很有兴趣 因为对我们来说 可能你会想到的训练 你会都全部去套用 对 可是已经光拳击本身就那么多了 那么多了 所以我想要听的是 到底在我们这种碰撞性的 积极的训练的体能来讲 哪一个是最重点的 哪一个可以取舍的 对 所以我才 我一定要去听你讲这门课 然后那一场讲座上面你提问 然后你有跟我说 你是我们共同的学生的教练 对 那我就发生说 这种资历 那应该是在 全台湾应该算是中师级的那种人物了 然后想说 这个就叫做论语里面讲的不词下文 你知道吗 我这么猜 然后你会想要从我身上去学习一道东西 因为我是对学习很感兴趣的 然后尤其是对我不知道的领域 我都会很想要去请教你们 对 一方面是我希望我也提升我自己 不同的地方 所以刘仁老师的 我们先回到刚才说当选手上亚运舞台这个经验好了 你的季级不包含不是全级而已 亚运拿到铜牌那两次都是打散打 是 然后昨天前天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有讲说 泰拳你也有接触 然后早先因为在部落里面 就是大家习惯玩摔脚 然后后来也散打的关系去中国去接触到一些中国家 所以基本上踢打摔是都可以的 我从小就是在武术家庭长大的 在这个环境之下 为什么你的资历是散打 但是你会希望回到全级去做一个专精 因为现在是在专心带职业拳手 那散打方面我跟泰拳就是没有去放弃 但是就是还可以说先放在那里 因为现在散打跟泰拳的比赛 尤其散打比赛太少了 所以选手来讲的那个发挥的地方跟趋路 就是没有那么多广 然后因为我们我跟我哥哥他们 就是南北这样去年 所以暂时就是散打跟泰拳 我哥哥他们也都有在带 只是要到比赛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提供一些战术理念 怎么样去形成 所以我现在要马上回归接散打或者是泰拳 是OK的 没有问题 像有一次就是上一届的拳运会 我一个学生路易 对 他是拳击手 但是因为他要报名拳运会拳击的时候太年轻 就是未满19岁 OK 没有办法报名拳击 所以拳运会不同的单向他自己技术规则会规定 有些年龄层是不同的这样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转向抱散打 对 他就跟我讲教练我要抱散打 你可以带我一下 OK没问题 因为散打我很专精 我知道他的要领他的切入点是什么 那你当年打散打 你是也是拳是比较专精的一个领域 还是说你是很拳方位的选手 一开始一开始我就是还不熟悉这个节奏的时候 完全都是用拳 完全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反正 进到踢太短然后摔不够的那个距离 我对力量 我一开始对你跟你们讲的是力量可以摧毁一切 我的理念那时候是这样 我说OK 我只要挥中你一拳我就好 我会挥一百拳 我不可能挥不中你一拳 你只要被我挥中一拳你就倒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 OK 对 一开始好像是 但是你开始层级比赛越来越大的时候 不是 你必须要全面 对 还好我从小就有地质 就是有摔脚底 有跆拳底 所以开始结合 对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师范张黄老师的引领 我的那个启蒙三达老师 教育了我很多关于三达的一些基本功啊 知识啊 才慢慢把它熟悉起来 所以真正三达来讲 我已经我大概花了两年三年才真正知道三达这么大 因为我 我之前也是跟我一个越式艺健身房的教练部的前同事 后来我们两个后来离职之后都去当自由教练 我才在我租场地的地方 我也付钱跟他上课 对 然后他也是也跟老师的经验类似 跆拳也玩 然后拳击也玩 或是闪打什么也玩 那我就有特别请他教我吸走 教我边腿 只差没有教到摔而已 OK 然后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不对 踢腿的站姿重心 和我想要出拳的重心 差很多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 你要怎么转换 当你在带因为国内有很多知名的职业的中文格斗拳手 是老师你有在带领的 对 当你在教他们去专精他们的拳的时候 你怎么去考量他们的项目特性 以及他要去接不同的 可能说他要在下潜之间转换 他在扫腿的转换 他在一些防御的位置 头的摆动可能是拳机里面不一样的 你怎么去调整这些东西 只有一个关键 每一个运动他有一个性质节奏 你只要抓住节奏 这个运动性质的节奏 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分辨 去变化 对 像拳击跟闪打 闪打有很多一些拳击不能用的东西 比如说闪躲 你不能闪 你会被直线踢法踢 或者是后踢这种 所以在闪躲方面 你必须要把它切除 闪打是可以踢腿的吗 腿部小腿 膝盖以上都 我们那时候是脚踝以上都是得分的 现在已经改成膝盖以上 好 所以就是不能踢小腿 不能做low leg kick 对 所以我会告诉选手说 我们现在的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节奏是泰拳 所以你不能用拳击的节奏去引领 因为你拳出去了 你还有脚 你还有吸 你还有肘 所以告诉他 他的节奏是怎么样去构道 慢慢去建置他 这样他就是 原来是他的节奏是不同的 那你刚才说闪躲不能用的 更明确一点讲 是不是因为拳击只要是腰 在胃部以下就不能做打击 应该是明确一行 在做rolling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做rolling 如果说这样的话 就是整个躯干向下去做大幅的U型的摇摆 对 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大家都练过 不是不能做的就是尽量去避免 它下去看起来容易预测 而且在低头的那个瞬间 你的视野比较看不到东西 因为你下潜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的底盘已经重心在底上了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移动了 定在原地了 定在原地了 这个时候你的对手只要一个转身 转身踢你就完了 回旋 然后不管是直踹或者是勾踢 只要是一个直线性腿法 OK 因为大目标就在那边 他不会需要精细的考量说 我中哪一个点 他中的就是那个人形 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 没错 OK 好 那老师刚才的那个生涯的转换 讲到一半 我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 你怎么去克服说 你教学已经很专精了 那你开始发现说 我怎么去做到 介绍自己推荐自己之后 那怎么去带领一个团队 怎么让团队的业绩也都起来 这个方面你是怎么去克服的 这一开始对你来讲会很困难吗 一开始因为我本身走过 我一开始 如果说你不靠专业 你可能要靠所谓的话术 一直就是 舌颤连花 讲到人家会买单 是 我就觉得 我讲得好累 然后你每次都 因为每次遇到的客户都不一样 你都会在那边动脑筋 我到底要跟大家讲什么话 你平均弹成一张单 刚开始要花多少时间 一开始吗 我可能要30分钟或一个小时 那很快了 是吗 很久对我来说 我已经讲好多话了 对 对到后面我只要5分钟以内我就可以谈到 甚至我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谈到 那中间的变化呢 我觉得回归到专业 对 你只要专专业带得好 你在跟学员对谈的时候 几乎你不用再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talking 对 你只要告诉他你的阶段性就是你可能要怎么做 你想要的效果 你可能要配合哪些训练 他很快就会认同你 对 后面的就是决绝他消费模式 因为有人习惯现金 有人习惯分歧 对 最主要你帮他决绝这 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怎么样付费 你只要决绝这个问题 就会成交提高 然后时间会缩短 但是在像譬如说你讲专业度非常重要 会不会遇到有客户就是跟你讲说 其实我就是来动一下而已 教练专业不专业对我来讲好像没差 我只要流汗有快乐 有累的感觉这样就好了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会不会对于一些很年轻 然后有志向的希望专精自己的教练会觉得说 我这么辛苦干什么 我这样子的作用跟其他的教练也没什么差别 如果遇到这种问题 老师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转变 引导那个学员吗 引导教练吗 不管是引导学员买单 或是引导教练去转变他的策略吧 对 一开始遇到这种都会先跟教练口通 就是一样不是每一个学员都是想要技术面提高 对 我说你们会遇到各种类型不同的学员 有的人只是想要溜溜汗开开心心 有的人是想要练防御 有的人是真的想要提升技术面 所以你会遇到各种类型 就是提前打消毒针给他们 所以他们遇到的时候 教官真的耶 我今天就是遇到这个 他说 就不是第一次碰到 然后不知所措的 我只要运运动动就好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你只要保护他的安全 他的打拳出拳的方式 只要在规范内 就是安全内就可以了 对 这样子不停的 每周或者每月不停的 跟他们在这边提醒一下 他们就会比较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感觉放不下 就是说怎么做才是好的 怎么做才是对你最有利的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可是你都不要 你要我就是尽量超到你爆掉 这样子而已 我的个人价值有点好像被减低 或我所努力的这一切 有点被否认的感觉 你也有没有曾经这种心理的冲突 会 你会想 我这么 全部的 一开始进入健身房的时候 全部的教练 只有我是一个是国家级的 结果他们的客源还比我多 然后卖的大海比我多 那时候你会失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教学也比你们优 你会这样想 但是后来你去慢慢发现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又不是 我只是来开开心心的 后来我自己转念 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想要 在这个方面 要有图什么 我只要要求什么 我只是想要运动 溜溜汗 所以我那时候心态改变 对 我就设计一个 让你很开心 很刺激 然后又有运动到 又有溜汗 又专业又不是专业 对 的方式去引领 对 那时候是这样子 自己去改变自己 就等于说把技术 溜汗专业程度的差异 去分 降到一个一般学员 可以很明确感觉到差别的 对 就是因为原本会有很多细腻的地方是 不知道就不知道 他也不晓得那个东西有价值在 所以就区分不出来 你跟其他人的不一样是什么 对 所以等于说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调到初学者可以感觉得到 差别的这种程度 是 然后他们的重点其实也不在那边 所以先让他买单 先让他觉得他的目标有所满足 对 先让他 对 然后一个重点就是先让他喜欢这个运动 对 不是训练 第二层的差别才是训练 然后提升的目的 或者是精进 他如果想要的话 太好了可以继续 如果他还好而已的话 就放一点放一点 这样就好了 因为一开始 他们对群体的那个 的想法是很 以前那种很暴力 然后就血腥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就是 接触以后 发现原来不是 群体是非常好玩的 对 然后同财 朋友 同事 大家开始学起来之后 就发现说 原来是很帅的 然后很累的 很爽的 然后就变成 甚至有可能是一种 我们讲 风潮吧 流行 流行 所以有在玩这个运动 好像你就是比别人比较不一样 别人都只会在那边举铁 就好像跟时尚接轨这样子 对 然后又特别觉得说 这个很累 做其他的训练都没有办法 那么快速就把你累成这个样子 那运动效果一定很好 大家会这样想 会 说到这个 我昨天前天 我有一个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地方 对 我好像心肺负担没有很大 没有到超级喘的程度 跟以前差很多 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技术面 你在技术面的时候 当然它的强度是不太一样 超不到心肺 对 不能用超心肺 然后你脑筋会混乱 无法吸收的那种 因为你太累 你的脑筋思考模式下降 你就会记不住该注意的地方 但是体能训练不一样 你不太需要那么精准的 到时候不需要那么精准的打击 可能就是输出量要多 对 所以方向不同 所以我在这两天的练习的时候 我也常常跟我训练伙伴说 你让我慢一点 你带把的时候 有 我看到也听到 所以你们互相的指引是很好的 对 因为我的目标是 我要去学到东西 我不是 不是想要 我不是要把我已经会的那几个东西 做得很快速 很暴力 把的声音很大 看起来很帅 所以我会跟他说 刚才那个 你再出一次给我 我有看到 因为你的partner 是比较心急的那种 他很想要表现 或者是想要赶快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然后你就会一直引导他 才满一点 然后那个把给我 还蛮好的一件事 包含我为他把汉 他带我的时候 我想要 一方面我想要学好 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们是教练认证班 我也希望我的partner 他是学会怎么教学员 对 我的猜测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全管 其实练得很扎实 所以我相信 队练 不管是 就是约束的那种实战队练 或者是学员互相套招的那种drilling 应该是做得很多 我看得出来 有很多东西 他是比我熟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东西练得多 所以他的习惯就是 当他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律动 和他自己的假动作出来 他会忘记 现在我们是在学新的东西 所以他会有一些东西骗我 会回到那个 全舌的状态 对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老师你讲的 就是说我们超过一超 可是像我节目一开始说 我那些全身酸痛 我发觉应该是 因为我真的打得很少 所以在接触这些冲击的时候 我的身体会无法吸收 就是全脊这项运动 本身会给肌肉对骨骼系统 带来的一些震撼 但实际上 整体来说 课程的强度 其实是没有到很大的 我相信全班所有的学员 包含那个竹军学姐 对 很久没有练了 他们应该没有 没有哪一个人会像我这么惨的 有在打的应该都还好 也许有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讲 这样子啊 对啊 就是哎 我头脑还还蛮清醒的 可能只有到 每天的四点五点的时候 因为脱水的关系 就开始传起来 下降 真的会传的话 注意力在下降 大家好 我是廖教练 自从2019年开播以来 SSE训练漫谈 已累积超过105集 将近82小时的优质节目 我们致力于传递完整 全面结构性的运动 以及训练知识 此外 也致力于促成运动健康产业中的 跨领域专家对谈 现在 制作好节目的热情 有赖您的维系 我们推出了每月小额的 订阅赞助方案 欢迎您到我们的官网 ssetrainingtalk.com 加入我们的行列 完整的募资计划网址 可以从下方的内文点选连结 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陪伴 也期待之后 能够接受你们的支持 帮助我们的节目继续走下去 那下一个 下一个题目的话 我们就聊到说 曾经带领团队 成为世界健身中心全台的销售冠军 团队业绩冠军 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健身教练 很辉煌的成就了 拿过一次之后 就走路都有风都很吃得开 应该会变成说 那是你的新的舒适圈了 为什么你又想要离开这个场域 然后重新回到说 像老师刚刚讲说 第一届养育打完之后 我对这个运动就已经快没有热情 那为什么又会回来做这个圈子 主要就是 第一个还是回馈到 我想要帮助运动员 然后帮助 因为我们部落 我看到 我每次回部落 会看到很多就是优秀的 有天赋的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人才流失 我就觉得好可惜 你是哪边人 我是屏东县 来一乡文蓝村 然后一开始就是 我第一次踏入健身房的时候 我就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以后要有自己的圈管 然后规格 规格是类似这种的 因为你一进去 会让你很舒服 刚刚渐进很舒服 不像一般的圈管一样 一个铁棚子 然后就是有护具混合 是汗水的味道 所以你训练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踏入干干净 然后看到器材很细 然后又很漂亮的时候 你的心情在训练上是很愉快的 所以我想要塑造这样子 以后的选手 你只要进入我的圈管 我就很想赶快去动一动 打一打啥类的 所以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就很想要有自己这样 有一天我要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圈圈管 所以包含第一天踏进加州 你就有这个梦想 对 我第一天踏就有这个梦想 第二个就是为我们运动员去铺路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有经过这样类型的 就是你打完比赛脱离学生以后 你不知道要干嘛 对 那个赛事是你人生最黑暗 最高的追求 可是就像是很多运动心理学讲说 其实不管 不只是因为你是亚运同牌 我听过一些包含奥运金牌的选手访谈 都是说拿到金牌之后的一两个月 是非常非常低潮的 忧郁的时候 因为他不知道 生涯最努力的这个目标已经到手了 后面是什么 对他们来讲 好像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的重要 都不那么的刺激 或者是不那么有前景 也不见得是说他预期金牌 可以为他带来什么机会 而是光他经过这些大风大让之后 一切看起来都很无趣 很平淡 你们在争执的 你们在觉得困难的东西 对我来讲都芝麻绿豆 很无聊 对 因为到最后最重要的还是生活 对 你那么多辉煌 那是前面 然后你后面要怎么生活 对 这是我运动员退役以后 最遇到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走在路上你还是只是一张脸 你就是一个泛夫走主 所以我想 就是替后面运动员想说 我希望他们不要有这样的 遇到这样的状况 然后我希望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午后顾之右 我知道我训练完我就有工作了 所以我就 做一个全体健身中心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你以后退休了就不用担心 就直接来这边上班 然后你在工作 然后又是你的兴趣的时候 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 对 我觉得 对 我在做我自己擅长的事 然后又是我的兴趣的时候 对我来说每天都是开心的 所以目前你场馆里面教练 也是绝大多数都是来一翔的村民吗 还是 没有 都有 但是都是我们的之前都是国家队退役下来的 那我们把他们拉过来 绝大多数就是季级背景 季级背景 对 拳击 泰拳 三大都有 OK 好 那所以 你在做Mixstift Boxing 这个实际上实践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 你开幕多久了 然后在之前是筹备多长 这个筹备 我自己在大型健身房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概念 大概十年 十年以后自己出来 开始做这样的营运 所以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 一个十年的 对 因为我想要去先理解 然后先看清 怎么样去运作 应该是说学习 对 然后有一个概念的时候 然后开始做这些的 那个应用管的模式 所以现在营运来讲 Mixstift已经大概第三年 要走到第十年 OK 那收入上 跟以前自己的个人收入 和现在的程度相比 大概是几比几的差别 我这个可以讲吗 可以啊 你愿意讲的话 当然是可以讲 我只怕你不愿意脱肉而已 这样好了 这样讲好了 我哥哥跟我 我大哥跟我大嫂 他们两个都是校长 一个校长 一个储备校长 OK 他们两个的薪水加起来 一个月薪水加起来 可能没有我的多 是这样 OK 可是 所以在跟体制 就是体制内的那种 的薪资可能就是会落差还蛮大的 可是这一方面 你哥哥也很了不起 因为你们全家都是运动员 对 所以运动员出身 做到校长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成就 对 应该蛮少的吧 还在努力 除非就是体愿之类这种 对 不算 所以你哥哥做的是 一般的高中吗 对一般高中的 OK 那真的是很了不起 因为这个 还没有当上 可是现在就是 OK 好 还在努力 所以等于是一个 自己的场馆 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营运了 不是 而不是说还在那种 正在拼的程度 不一定每一个月都是挑战 说实在 每一个月都是重新的归礼 对 尤其疫情这几间 所有的场馆应该都很惨 很辛苦 对 你三年 然后刚好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没三级警戒 大家就已经开始怕了 人就在降低了 所以三级警戒下来 那个时候 政府规定多久不能上健身房 你有印象吗 影响超大的 所以 现在我们还在追数字 以前失去的 OK 对 所以还是 现在还是很辛苦 了解 那 下一个话题的话 我想聊一下台湾的职业拳集 这个就是职业运动 和所谓的业余运动 在我的节目上 还有我去上别人的节目 我们常常在聊 但是可能出于兴趣去接触的大部分 也是不是很了解 就是说亚奥运 它是属于一个叫做业余运动 对 真的是 人家有没有群去配赛 我们来签约来谈 下一场你要跟谁打 你多大的数字 你可以去接受这个挑战 这个叫做所谓的职业赛 对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 职业拳集是不是也是最近一两年才非常 以前大家就会说 你练运动员能干嘛 你可以当国手吗 你可以拿奥运金牌吗 大家只认识奥运而已 不会去想说 有一个叫做世界权王的头衔 或那个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达成的 甚至也许他们不知道说 奥运金牌不一定打得赢世界权王 对 不一样的类型 对 所以这一方面的发展 老师你在台湾是有去参与的 对不对 那台湾选手绝大多数你在学校打拳击 未来成为职业选手的出路 你觉得这是绝大多数学生愿意努力的目标吗 还是说这条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崎岖 对 一开始冠军腰带那时候离我们好谣言 但是后来最近拿到两条腰带以后觉得不是梦想 是可以成真的 对 那么多运动员来讲 你可以上奥运的有几个 可能只有一个 但其他人怎么办 职业不一样 职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对 只要你够认真 够有自己的style 对 都有机会的 因为你的style可以去找到跟你配起来很漂亮的比赛 对 然后职业就是会 如果说你是出道赛 我们讲的是出道赛 就是一到四场之内的 我们会找一些就是跟你实力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在配赛的时候 我们会先送影片给主办方 对 如果说你这个实力跟这个国家的实力差不多 就会配给你 不会说派一个 像业余那样子 因为业余是你抽签决定 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是多强了 搞不好你是出道赛 然后你遇到国手 而常常 因为我们现在业余拳集 现在讲奥运拳集 现在奥运拳集就是 还没有分乙组丙组之类的 对 全部都是加州 所以你在抽签的时候 你有可能你是第一次比赛到遇到国手 这个就是会危险 所以光公不公平 其实最主要的第一个考量点 其实还是在于危险的程度 对 安全 所有运动 应该还是第一优先还是安全 对 所以像我们讲到车的话 它至少会有一个 比如说资格赛 200公司你充几秒 对 资格赛进了前16 好我们来分 第16名要对第一名 第15名要对第二名 这是一个基本层面的公平 虽然听起来好像跟你讲的 我很菜我抽到国手 就很危险或者是很不公平 我没机会出头 但是像我们这种下市对上市的配法 它至少可以确保说最优秀的选手不会第一轮就碰在一起 就是遭受一个很残酷的命运 就是说你两个要淘汰一个 所以原本有可能是金牌银牌的 其实在第一轮就出局这种情况 没错 我们尤其是 抽签就没办法避免 抽签这种赛事的 真的 你有可能你的实力是第二名 但是一抽签你抽到第一名 你什么牌都没有 而且你没有资格赛这个东西 对 所以积极的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讲 抽签的那种形式可能可以再更好一点 就不要一开始就是一二名就碰头 对 那就是说这种体制内的或是亚奥运规则的选手 要出来当职业选手 他会不会碰到一些困难 包含原本的母队教练或者是同侪之间 或者是自己跟梦想的拉扯 应该多少都会 因为你进入一个领域又是新的一个领域 对 那你可能就是必须跟教练 你原本的教练去协商 对 你想要转到职业教练 然后职业全赛 这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所以对他们来说心情应该也是会比较战战兢兢 因为毕竟你奥运你可能你是奥运国手 然后你已经有一些身份地位在 对 然后又投入一个变成菜鸟的感觉 对他们压力其实是还蛮大的 对 而且应该是怎么讲 可能台湾的这个我们叫做体育 他在教育部底下 对 别的国家可能会有sports administer 叫做竞技运动部或者是运动部 台湾被教育部管辖 所以衍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运动都是为教育的目的在服务的 所以可能学校单位的教练 他不会有那种动机会希望自己的选手练出来 以后是往职业的路去走 而是全中运全大运 这些就是体制内的比赛能够拿到名次 一关过关斩将往上爬 最后可能进入国训 然后进入国家队之后参加的是亚洲锦标赛 我们打亚运打奥运 就是这个单一的路这样上去 每一关淘汰一批人 这种感觉 对 我就觉得这样的设计就是还蛮可惜的 为什么自己的领域不可以走入职业 而且因为我听说过一个讲法 就是我听很多国外的podcast 讲格斗那些他们会说 格斗运动是全世界最公平的东西 他没有种族歧视 他没有身份的歧视 你只要有一双手 你只要有拳把 你只要有教练可以带 你愿意吃苦 你就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但是如果像走业余体制的话 你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基本原则成立之外 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过关斩将 你还是有很多跟训练或比赛 不那么直接相关的障碍要去摆脱 没错 当然职业我相信也有类似的东西存在 有但是可能阻碍没有那么的大 因为我们总是有办法可以用比较聪明的方式 帮自己找到很精彩的配对 或者是很 很好的赛制 可以把自己 把自己build up起来 然后可以去避免掉一些初期的危险 然后怎么样聪明的达到巅峰的路 可以自己去找这种感觉 是的 所以包含从2分钟一回合 然后打5回合 这是业余的赛制 然后进入到3分钟一回合 最起码是8回合吗 还是6 你说职业赛 职业赛是4回合开始 如果说你是出道赛 是4回合 然后4 6 8 10 然后最高是12 OK 所以光从2分钟到3分钟 这个体能的需求 还有就是大家都是配赛 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一场 这个机会 所以你上场就要全力的表现 然后大家没有再保留实力 我要晋级到下一集在干什么 所以大家不在那边拿分的拿分的 对 所以一上来我就是要尽全力 对 第一回合去KOKO结束 我就赞啦 马上又可以接赞了 我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对 所以才需要去打出很精彩的比赛 而且我们一直在讲说 很精彩的配对 因为它是一个赚钱的运动 对 它需要有人愿意来看 所以你打了比赛不能卖票的话 你再怎么会赢 再怎么会拿分 那都没什么用 因为观众是喜欢看刺激的 对 大部分的人是在技术面来 应该是说会看技术的人是比较少的 对 领域没有那么大 你看中的格斗就知道 对 每次只要进底面 大家在那边 对 所以一般观众会比较喜欢看那种 全众 马上KO的那种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看 对 但是细腻的动作只有内行人才会看得出来 对 所以就像你讲的市场 对 所以做一个职业拳手你要有市场的 你要有市场的那种打法 那说到这个 我其实因为在上这堂课以前 我比较少看拳击的比赛 我对格斗那一方面是比较接触比较多 比较有兴趣 然后我在常常看拳赛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就是说 打两拳又抱在一起 在那边残暴 对 就破坏了那个 看那个 很精彩的那种感觉 看久了就会想睡觉 对 就每次都这样 所以在这种立即的比赛里面 出现残暴的情境 也不是只有拳击才有 很多的项目 包含泰拳允许摔 他也会残暴 对 那 散打也会稍微有那个残暴 虽然他有秒数时间限制 这个是一个战术的运用吗 然后 在你教学的时候 你怎么去使用他 或者是怎么去破坏对手 就是想要用他的体重来压你 来耗你体力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应用 例如说 拳击 你遇到那种拳很重的 在把你逼到神角的时候 你已经无法逃脱的时候 他又开始出连续攻击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 你防也防不住 跑也跑不掉 唯一的办法就抱住他 对 这是可以这是允许的战术应用 这叫做战术应用 但是抱是不是不能双手去夹对方 对 这是有技巧的 因为我看很多业余比赛 当两方拳手靠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很明显的去把双手手臂往外延伸 去告诉台湾说我没有抱他这个意思 对 所以这个运动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梅威瑟 一个拳手的手梅威瑟 对 你的花靶是不是也是从他那边 是没错 他就是用 你看他就是 他是抱但是很有技巧的抱 他先把他的双手 先抱住他 然后他贴近 贴近他的对手 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合法的 OK 你没有用双手去环抱别人 你是说他的这个guard 他是先环抱自己 然后用这个动作去贴近去 对 这做的我觉得是全坛上做得很好的一个fighter 那拳击的规则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得分规则 和有一些犯规的限制会去影响到 大家会倾向于使用残暴 像比方说我们讲 如果讲barnacle的话 可能抱在一起就会很惨 你会被一直揍 对啊 没错 你可以拉后颈 然后去在这个一手鼓颈 另外一手空出来去做攻击 对 所以就是回到刚刚讲的 赛制的不同 你不能用同一个方法去做 对 不然就会很惨 所以barnacle可以转身边拳 这个拳击不能用 不行 对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 他一样是拳头 可能是怕被手臂或者手肘砸到 对 没事 所以在台湾目前来讲 职业拳击还是很萌芽的阶段 很萌芽的阶段 那要怎么样去推广它呢 开心的是因为以前没有人住过 所以我们可能有机会 然后看到国外的成功的例子是 我们会有相当的愿景 希望是有一天是可以做到这样的赛事 然后也希望我们台湾出现 有世界级的可以拿亚带的实力的选手 对 那担忧的是因为又是新的 第二个担忧就是 还有很多没有遇到的状况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遇到 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因为没有人走过 所谓的状况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描述 比如说配赛 你可能你送你的拳击手的时候 送你选手的录影带的时候 没有人敢要就是接战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我们也只是等大会通知说 你什么时候可能有赛制 对 而且就是当有赛制的时候 可能有比赛可以打 可能剩下不到一个月 你就接到通知说 你什么时候要打 所以职业运动员的辛苦的地方 就是你每天都要备战 没有什么所谓的周期 什么修赛季 这么好的东西 像我们欧阳一就告诉你 几月份你要打这个比赛 你要开始备战 所以我们在训练的周期 是很明确的 这个时候是耐力 激励 转向 你对于你的目标赛事 目前体重还有五公斤 三公斤 我们有时间慢慢降 可以去找营养师 做一个计划性的调整 职业不是 职业选手你跟你的量级差 你收到通知的时候 可能不到一个月你要上场 这个时候 你只剩控制体重的时间 我们要减重营而已 其他什么都不用搞 所以比较 没有遇过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慢慢很多地方会遇到 就一个一个去体验吧 那说到就是说 你送营带结果很难配到对手这件事情 目前全台湾像你们 就是萊益湘自己的 萊益高中 或者说像台北游 Mexic Fit Boxing这个拳馆 这样子明显的这种为职业赛作为目标 出发努力的训练单位拳馆 大概有几个呢 你说台湾吗 对台湾 基本上应该还蛮少的 除了我们还有肯将 台北的肯将 对 几乎以全集的话 还有一个张老师那边 就是都六云零 三个 你看目前大概就是以全集来讲 三个主要的阵营 其他还是都是比较像是学校体系为主 学校跟俱乐部为主的 那真正走职业化的大概 我目前想到的大概就是这几件而已 那那个我还看过一个计划 叫做热源全集 他们是在哪边的 他们在三峡 然后他们也是体制内的 他们也是体制内的 跟学校合作的 对 OK 好 是希望以后可以接到他们的选手 因为他们选手都还非常的优秀 OK 非常喜欢他们的团队 对 所以就是希望 之后有没有 就是想要走职业路线的 可以接到他们 但是我们先自己要茁壮起来 先让人家看到我们有成绩 我现在想法这样 你的其他教练才会愿意把 他的心爱的学员交到你来手上 对 就是要有保障 对 因为每一个都是 情同家人一样的那种程度 你不是说放手就可以放手 也不是说学生毕业之后 你就感觉跟他没关系了 不是这样子的事情 对 对 对 所以 那我的下一个 我下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说 依老师你的观察 你会不会觉得说 优秀的 积极类运动的选手 他都有一个特质 是他的出生都比较困苦 有比较多的一些困难要去克服 比如说我是偏乡 我是少说民族 我在譬如说美国的话 我是黑人 或者说我是爱尔兰人 我是犹太人这种 在社会上面比较容易受到压迫 或者是他原本的出生环境 就是不容易出头 然后因为他的 怎么讲 养成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艰难 所以他们也有这种 培养出来这个任性 去接受 这个积极运动的奋斗 你看你有这样子的同感吗 有一句话 最近还蛮流行的 就是 没闪撑的小孩 奔跑会比较快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还蛮认同这个句话 就是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少数民族 然后遇到的 因为那时候的环境 大家都是跟我一样 对 但是后来到现在接触 不是 我觉得是个性 个性才是 主导你一切 真的 对 因为我也开始 当教练以后 我也遇到很多 企业家的小孩 是非常愿意吃苦的 OK 不是 甚至是比一般 一般就是 比较弱智的小孩 对 经济没有那么好的小孩 更愿意吃苦 真的 我遇到 我遇到的时候 我觉得 个性才是 主导你一切 所以 并不是你比较 你的生活是 比较困苦的 然后你的毅力会比较强 对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讲 人种会不会有运动的优势 其实也是类似的 我们纵观来讲 也许这一群人 这一群西非的运动员 比较善于长跑 对 东非的 是长跑短跑 东非的比较善于 当然人种是有他的 整体来讲有 但实际上你看 最突出那几个 还是因为个人特质的关系 对 男生 绝大多数爆发力力量都比女生好 我们找一些女生的选手出来 跟一般走路在路上的男生相比 也是这样子 就完全吊打 不可能能这样跟得上 那种程度 因为每个人种 每个特质 每个律动 每个力量的表现 都有他的特质 但是你会发现 最后成功的人是怎么样 毅力的人 坚持的人 所以像比方一样是 偏向的部落的小孩 都会一样是面对说 经济条件不好 工作都在都市 对 可是会变成造就有一些人 很习惯在自己的环境长大 或者是有一些人会希望 就是说 我就是一定要拼到很有成就 然后还有一些心态 就会觉得说 我起步就玩家一截 我永远都会输的 所以 各有略视 像这种小孩可能就很有毅力 但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比如说要到顶巾的时候 你会没有资金的资助的时候 你就会两难了 我到底要继续运动 还是我要回到现实工作 这个时候你现实会拉锯 就有点像进入国家队 可是你是培训或处训的程度 不保证派你出去 反而我这个时候会觉得 如果他是嫁进好的小孩 然后又耿吃苦 成功的几率反而高 因为你有背后家人的支持 你不后顾只有拼命的训练 不会像你当年一样 我想到说 我因为打比赛可以拿奖金 所以现在反正比赛 如果没有奖金的话 如果没有赢的话 会怎么样 那些额外的压力 也许会造成是 绑手绑脚的一个来源 对 所以后来接触人多了以后 哇不是 个性才是做到你一切 而且真的 因为像现在国际 国际我们讲 可以讲国际拳坛吗 因为大家很多人相信 不会认同他们是拳击手 就是那个Jack Paul和Logan Paul 这一对兄弟党 对啊 你看幸运的多好 对 他们就是很厉害的经营模式 包含自己的台面上的人设 还有他们像Jack Paul他本身 他一路他在帮自己安排的对手 一个一个也是往上铺垫 虽然我们真的来讲 你就是试子挑软的吃 可是当他在挑软事实的过程中 每一个试子还是比上一个稍微硬一点 或名气大一点 对 他也是有用这种铺垫 然后当我们在 比方说你是非常优秀的选手 你很看不起他的路数的时候 也许也可以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 为什么大家爱看 制造话题 然后让他要感兴趣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策略 对 像我们台湾 上个月还是 不是有一个冲培生 还有一个李医生跟那个尼克星 对 哇你看这个流量都很吓人 对 对 你看技术面你会觉得 这跟打架有什么两样 但是他的流量就是 叼打这些专业 对 也是一样 我们在讲WOTD 或者是讲FIRSTROP的算是 哇你办的那么辛苦 然后大家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然后你流量一两万 流量然后收入是人家的领头什么的 所以也是一样有两个面向可以去看 你可以说很不屑 打那个很假的 或者是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大家去想要看这个 那因为是好 我说因为他炒作 因为在假装吵架 或者真的炒起来 我的个性不是那种 要跟人家炒的 或者是会做一些很机歪的人身攻击 或者是什么 那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帮助我一样去 造成这个市场的升量流量 那这个也是职业赛事的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不然的话也不会 真的每次在比赛前 过棒玩FACE OFF的时候 都故意要能够推一下 然后做个手什么的 然后互相问候 其实那个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觉得很棒 对 而且我也去现场看 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好的 很棒的 OK 所以其实也有点像立法院打架一样 对 有时候算是个秀 是但是大家就爱看 对 那最后我想要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看全级运动对于身体的损耗 因为所有的禁剧运动 严格来讲都不健康 但全级或积极的运动 它有个更主要的风险就是 对大脑的冲击和伤害 所以你是比较强调大脑的还是身体的 身体的都有 我们都算吧 就是说身体的关节的脑损 脊肉 肩膀 或者是之类的 或者说神经方面的这些冲击 我现阶段 我35岁 38岁 巅峰之前可以达到成就 那退役之后 我如果活到70 我活到80 还有后面的下半辈子 有一些后果是你在巅峰时候 看不到的或不会去想的 那你在带选手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当年在当选手上场打比赛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那如果这是一个很难以避免的后果 你怎么样把那个影响去降到最低 是这样 以前的训练的话 可能你刚刚讲的那时候耗损 真的还蛮大的 但是自从开始科学化进入 介入的时候 反而对耗损这个名词 大大降低的很多 因为可以透过力量训练去保护你 让肌肉强壮 颈部的训练 对 然后可以透过技术训练 让你的防御变得很好 让你受伤的几率 大大降低 因为在技术面来讲 比如说你从小开始接触这个运动 你对抗打的能力 跟防卫的能力 你会提升很高 所以不会像素人 你背打到马上就晕血 那种 是完全的不同的 所以透过科学的训练 会让你的耗损降低到最低 是一个 反而你现在 就算你退下来 你看现在的运动员还是很健康 你看Mac Tyson 现在五十六十 做出来的动作还是比我们的 敏捷还要快 所以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 梅威瑟也是一个 每天还是开开心心的 因为 每天还在赚大把钞票 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化训练 介入最好的一个 对运动员的帮助 因为它会避免你 过度劳累 会检视你说 你现在训练量大了 你现在的指数过高了 所以你必须要下降 你专注力下降的时候 你光做技术训练就可能受伤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点 像我们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一开始的白老鼠 就是科学化进来 跟我们教练是科学化做他自己的 然后我们教练做自己 一个没有一个连接点 像我们每天早上被抽血 要告诉我们的科研小指数 你的指数已经两千三千四千了 然后就这样 教练就很满意 有这么高 表示昨天练得很有效果 大家都累了 然后我们就听不到说 应该要怎么样去前缓 就变成说你检验检验你的 然后我们教练 我们自己 来练我自己 会变成 我就觉得好可惜 这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连结 但是现在应该是很棒的连结 而且就是说 有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医学会告诉你 比如说你脑震荡之后 需要多久的时间来复原 所以像以前 洛基第五集电影里面 西维斯史特隆跟他儿子讲说 你作为一个选手 作为一个人生 最重要的不是你多能打 而是你被人家挨打之后 你怎么爬起来继续应战 当然这在赛场上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不是训练里面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以前常会说 你被打晕眩之后 休息两天回来练 现在都告诉我们说 你收到一次重疾 你会必须要 什么样子的程度 然后隔几个礼拜 而且在这休养的过程中 你不是尽量避免去做训练而已 可能你连对一些声光的刺激 你都需要大脑 就是复杂思考的工作 都不要去接触 这样才有办法 像我们全体赛 就是你只要有被打到晕眩的 你这三个月内是不能出赛的 职业全体的规范 而且加上现在的器具 就很先进了 没有像以前的拳套这些 都很好 如果说你有看过 橄榄球现场 橄榄球或者是篮球 在高速足球 高速在碰撞的时候 你就觉得拳击还好 好恐怖 有一次我们在国家 就是我们国家举办一个 亚洲杯的橄榄球 十亿人质的印象深刻 我去现场看 我听到在高速奔跑 碰撞的声音的时候 我在看台 然后听到声音 我就觉得 拳击还小case 还有拳套 拳套还内胆 可以吸收冲撞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 比喻的时候 你就觉得群体安全多了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 训练上面的 要怎么去把你练得比较健康 然后比赛的挑选 要有思维 然后赛事主办方 要有保护机制 这样听起来感觉 其实职业赛会就跟业余赛会 有蛮大的不同 业余你就是必须 那个叫什么巡回赛制 你晋级了 就会觉得说下一场还是要打 他不会特别管你上一场 受到的损伤是什么 当然也许会有大会的医疗 会去做这样子的裁决 但是当选手自己和教员自己 本身就面临这个挣扎 上一场是苦战 可是下一场我晋级了 下一场是金牌战 选手对手又变得更强了 医生就是这几次机会 好我要出战 所以在业余你会看到 这个上个月不是在刚被击倒 怎么又出来比赛 你就会替选手担忧 然后你会替教练怎么没有 帮学生多想一下 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时代在进步 我们的知识在进步 所以当运动它有迷人的地方 它有值得你去追寻的地方 在追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要把就是说从事这项运动 对身体带来的一些后座 后果去如何去减到罪情 对 才不会发生所谓的疲劳性骨折 对 疲劳性骨折 或者说创伤性脑损 以前常有现在的几率降到很低了 你刚刚讲台神的例子 我就想到说Mohamed Ali跟Tyson 他们是差几个世代而已 一样是重量级的 然后你看Ali在场上比赛 他这么的刁钻 这么划算 他不会去更加 很少去重拳互换 对 可是他老年的时候怕精神治疹 那就表示说他的训练中 有多少是这样子 这么超这么累 然后有点像电影《洛基》里面 他讲的一样 你要被揍 然后你要扛揍 然后你被打之后 要有那个还击 要向前迎击的那种毅力 其实在训练里面 很多很多这样重复的呈现 那是未来的后果 对 很多人 这边应该要澄清一下 很多人以为Mohamed Ali 就是因为打拳 来得到Parkinson Parkinson 但是更多人不是拳击手 也是得到这个病 所以这个不是因为打拳引起的 这应该是一种疾病 那些没有在打拳 然后得这个病这么说 所以我们不能单单 一个拳击手得到这个病 然后就说 他就是因为打拳得到这个病 我觉得在医学上 应该是无法认懂 他没有办法去证实 证实 而且也变成说 我们如果很常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而不介绍他的背后缘由 就好像我在把这个运动无名化一样 让很多有兴趣的人会却步 却步 好危险 因为我遇到太多的会访问我这个 我就会访问他们 你看你这个旁边不是拳击手 但是为什么也是得到这样的病 所以不是因为打拳的关系 这一个疾病 而且也真的跟你训练的扎实程度有关 像我刚去结束到太拳的时候 我发现上团课而已 老师叫我去走击那个沙包 中心沙包走击 我手走下去 我就发觉 不是 就自己脑筋有点震到 对 那个冲击力是震到自己 所以练多了之后 就慢慢的越来越少 你的抵抗能力会强大 所以你身体的结构 然后你颈部如果真的有去训练到 很扎实的去做这些 急耐力抗打疾的这种 激励的强化训练 那都是很无聊的基本功 又累 又不花俏 又不帅 所以绝大多数的不会做 不喜欢做基本功 可是真正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在保护你 所以当我们在教你 怎么去伤害别人 怎么去让自己不受到 这些伤害的同时 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各个教练在基本功之后 为什么要特别的严厉 就是这个原因 OK 好 非常精彩的访谈 就是原本跟老师说 一个小时 我们哈拉到一个半小时 超快了 快要到 我们是差不多10点开始了 现在11点快半了 怕你后面赶时间 还是希望之后 还有机会再跟老师 就是说有更多的这种话题 我们可以去延伸 然后去介绍和推广 我相信还有在人人老师身上 还有很多的宝藏可以挖了 谢谢 对 就是尽量就是有什么 就是跟大家分享 最后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任 然后你昨天在介绍的时候 礼拜六 有说这是你的族名 对 可是我印象中原住民的名字都很长 所以你的全名 前面还有一个家族 对 家族姓氏 然后你的自己的名字也是这么单纯吗 还是也要好几个音节 也是好几个音节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怎么念 像我们的以前家族 就是老老男 老老男 老老男 其实我的名字是这样子 对 老老男 这个是算母亲那边的吗 父亲那边的 所以排湾族是父系的 对 我们排湾族比较特别 是以长子为那个 什么意思 没有分母系跟父系这样子 对 所以是 我们是以长子为长权 就是不管你是 你的长子是女的还是男的 嗯 嗯 我们排湾族 应该是说我们排湾族是两性平等 对 对对对 嗯 那时候因为我进 就是健身房 他们要有英文名字 嗯 然后我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我要取的 都有了 人家都有了 好吧 我就取出你 叫人人 嗯 然后他们就是Arain Rain 好像 太长了太可爱了 这样 哈哈哈哈 取一个就好 叠字了对 对 Rain 嗯 就变成Rain OK 好 好 再次很感谢志明老师 在我们的小节目上面来受访 谢谢 也谢谢大家 也期待之后 你说有那个level1 会去台中开课吗 呃下个月在高雄 下个月在高雄 对 对 有机会台中也希望 你有来台中开的话 我一定会去复训 OK 没问题 一定要来玩一下 OK OK 然后教育一下学弟们 哈哈 不好意思 其实我这样 我只是花拳秀才打出来 有样子而已 不能教育 可能有点远 有点远 好 OK 非常开心的访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那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听众们 别忘了按赞留言 追踪和订阅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集节目内容 很值得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参考的话 欢迎直接把节目连结 或者是节目名声SSE训练漫谈告诉大家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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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